第五百三十四集 别 别 王爷 王爷不要 这皮囊很难做的 别死了它 王爷 凤九快要疯了 压在他身上的男人重如泰山 他完全无法将它推开 可他竟然真的要将他的假皮囊给撕碎 他急得不知道如何是好 就在他的指尖落在假皮囊上 打算将这个皮囊一把扯下来之际 他唤了声 九皇叔 九皇叔 他的九皇叔 湛青城指尖一正 低头看着他 梁九忽然道 让我看看你 沐浴过后的凤九儿 这次没赶在穿上那一身皮囊 生怕真的被湛青城给撕了 他也不再穿那双内增高的长靴 换上了舒适的鞋子 虽然还是一身男子的衣裳 但走起路来 脚丫子总算不再受罪了 最重要的是他的脸 这张脸用特制的药水清洗了之后 原本的面容露出来 白皙无瑕 真真切切的 凤九儿 湛青城将他一把扯入怀中 低头印上他的宝唇 疯狂肯吻了起来 凤九儿揪住他的衣襟 原本是想要将他推开的 可他实在是太怀念他的气息 他的味道 他的唇 他的拥抱 怀念他一切的一切 彼此的呼吸越来越重 有些事情就像是天雷 勾动了地火一般 谁都无法阻止 他被放在床上的那一煞 属于他的气息便铺天盖地而来 他是想要阻止的 明知道有些事情绝对不能发生 可他无力阻止 也不想阻止 他想念九皇叔 很想很想 很想窝在他的怀里 不要吵架 不要有猜忌 不要有隔阂 也不要有距离 就这样 完完全全属于他 成为他的女人 和他融为一体 就这样 不顾一切 心甘情愿 让自己和灵魂彻底纠缠 热 热得两个人几乎都要融化掉了 久而闭上眼 紧紧抱住九皇叔的脖子 甚至将自己抬起 那两行热泪 从脸颊划过 却不知道是因为难过 还是幸福 抑或是 感动 火山爆发一般的热情 让他差点以为自己 要彻底属于他的那一刻 戛然而止 就像是狂风暴雨 瞬间消失那般 就连凤九儿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停下来 可他 却真的停止了 所有侵略的举动 只是低头看着他 长指在他的眼角滑落 那里 还残余着一滴青泪 落在他的指尖 最终 被他喊入口中 让你委屈了 他捧着他的脸 两个人明明那么动情 他竟然还能让自己 冷静下来 是该要觉得自己魅力不行 还是该要感谢 他强悍到 无人能敌的忍耐力 事实上 停下来那一刻 凤九是松了一口气的 差点 就铸成了大错 别动 战青城的大掌 落在他的肩头上 将他想要起来的身子 摁了回去 别动 再等等 凤九儿眨眨眼 抬头之际 竟然看到九皇叔眼底浮动着 痛楚的神色 原来 他忍得这么难受 九儿有点赫然 这才后知后觉地想起来 是不是 是该要害羞一下 毕竟两个人现在衣衫不整的 不 哪有什么衣衫 九皇叔 让我起来 既然都停下来了 还能继续装糊涂吗 不 刚才不是什么装糊涂 那是真的糊涂了 他又轻轻推了推 可是九皇叔 你为什么没有穿衣服 这 这模样 让人怎么推啊 推哪里 都会碰到他健壮的身体啊 好羞涩啊 没有女人 可以在九皇叔脱了衣服之后 还能够保持清醒 凤九儿觉得自己 当了凤九之后 已经足够冷静了 可是九皇叔衣裳一脱 这份冷静竟然彻底破功 赶紧将衣服穿上 别再出来祸害人间了 可行 战青城 好不容易从他身上起来 随手一勾 他的衣裳 竟然在转眼间 回到了他的身上 这速度 就像是变魔术似的 凤九儿 用被子裹着自己的身子 正要起来找衣服 他却已经回到了床边 居高临下地 盯着他 现在不要跟我说任何话 他红着脸道 为何 战青城挑眉 不仅说了话 还想靠近 凤九儿慌忙 往床内侧躲了躲 不悦道 你已经穿戴好 而我 我 这不公平 明明就是低人一等的感觉 不管两个人要说什么话 现在对他来说 都不是什么好时机 战青城没说什么 从一旁 将他那张男子皮囊 给捡了回来 竟然 来拉扯他 裹在身上的被子 哎 王爷 嗯 他五指一紧 眉间 一抹韵色汤过 这是要将他被子 都要撕碎的意思 九皇叔 必要的时候 在他面前扶个软什么的 也没什么 只要 只要不是什么原则性的事情 让我自己来 他将手伸了出去 看到他白皙的尖头和手臂 战青城眸色深沉 耳根竟然有微微的几分 发热的感觉 竟然伸手 将他的手臂握住 啊 九皇叔 凤九儿一正 慌忙将自己的手臂 收了回去 那手臂 很滑 很嫩 竟然没能抓得住 就让他溜走了 大概 是真的太嫩 他忽然想起来 他身上的肌肤 也是水嫩水嫩的 掐一把 就像是能将他 掐坏掉一样 眸色 愈发深沉 九皇叔 你刚才 是自己忍住的 凤九儿 立即提醒 战青城 薄唇敏住 终于让自己再一次冷静下来 拿起皮囊看着他 我来 他终于在他面前 自称我 而不再是什么本王 虽然 只是一个称呼 但不知道为什么 凤九儿忽然有点感动 感动到 心头都在发酸 不生气了 是不是 没有隔阂了 是不是 被子被人 从他身上拉开 一刹那的凉意 让他清醒过来 想要阻止 已经来不及了 他被困在了 九皇叔的怀中 他拿着那副 男子皮囊 研究了片刻之后 开始给他穿戴了起来 动作是那么的温柔 就像是生怕力气大一点 都会弄疼他那般 这身上 还有刚才他长指掐出来的痕迹 如此让人怜惜 却又如此让人疯狂 战青城都有点怀疑 刚才真的是他自己停下来的吗 如此美好的身子 他竟然没有一药到底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欢迎订阅 感谢观看